又到候鳥南下過冬的季節 濕地公園的明星黑戀皮露又回來了 今年官鳥節以《雀鳥世界的秘密》為主題 市民可以到濕地公園 了解雀鳥各種有趣的特徵和行為 還可以到剛剛翻身的人類文化展覽囊的 心靈啟迪展區 看看世界各地的濕地怪獸故事 又可以運用想像力設計一隻獨一無二的怪獸 以前的先人怎麼會這麼害怕環境變化 可能是下雨 水漲 或者某些時間是雨季 可能未必清楚發大水 會不會有怪獸來 會恐懼 會有很多傳說歷史的故事出來 我們就就這件事開始做一些資料搜集 翻身我們其中一部份展覽 例如我們用無枝旗 一個很出名的中國神通的水怪 很出名的我們就介紹給我們的訪額去認識 這個展覽我們都加了一些有趣的元素 令到訪客覺得 例如怪獸原來未必是一些很可怕的東西 基於我們對他們認識有多少 我們希望大家來到這個濕地的環境 除了我們認識大自然的一面之外 我們都希望多些去觀察 多些去認識他們 濕地公園今年還特別邀請了 落高專業認證大師 設計黑年疲勞和鱷魚背背的職務模模型 有興趣學砌或想參加官了節活動的市民 可以到濕地公園網頁了解詳情 規則為今 十分數OOK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